Hello 大家好,我是Brandon 姆巴 今天約了一個朋友去觀塘找食 找到一間小餐廳做半字錯餐放題 最猜不到最便宜 90 元已經有酒店的級數了 想知道這間餐廳有什麼食物? 事不宜遲,立即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影片前訂閱姆巴的頻道 有大家的支持,姆巴斯有動力繼續四出覓食 首先看看 OpenRide 這間餐廳叫 Table 18 開了很多年 因為我在十年八年前已經吃過 差不多 APM 一開它已經在 去餐廳的方法都很簡單 只要大家坐地鐵去到觀塘站 在 A2 出口出,有一條天橋直入 APM 大家在右邊會見到一條扶手電梯 上一層,掉頭就會見到這間餐廳 而當日我的拍片時間是平日的 1 點 45 分左右 可能因為快要過午飯時段,所以餐廳也不算很多人 在餐廳的外面有這個餐牌 大家可以留意,只吃他們的沙律巴只需要 90 元 如果只是一個沙律巴滿足不到大家 就可以用下面的價錢叫多一個主菜 即是像如果大家想吃芝士肉丸長通粉 加多20元就可以了 所有的價錢已經包了沙律巴,餐湯和飲品 是不需要再額外價錢的 在餐廳的外面有些高桌 地方都算蠻凶狂的 下班後跟同事下來喝一杯飲品都應該蠻舒服的 不過由於今次吃半自助餐 所以坐在餐廳內會比較方便 今次毛巴兩個人被安排坐一張四人桌 很鬆動,坐得很舒服的 坐在餐廳後就可以出去看看自助餐區裡有什麼食物 想不到這間餐廳都近似有酒店級的級數 款式都算有多少和很齊 首先這個麵包盤真的要讚一下 它有幾款不同的麵包 不過重點就在下面 它是有一個爐熱著這隻大碟 所以麵包不會凍冰冰硬斑斑 吃肉獸的話 吃這個自助沙律巴都不會覺得太寡 有很多去皮切到一片片的煙鴨胸 也有兩款芝士 穿了孔的都頗有趣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有個員工 看到我拿著相機 立即換了一盤COL CUT 擺到滿滿的有很多款食 這一盤真的可以比美酒店的級數 有很多款火腿、黑椒牛肉、沙落味香腸 也有比較中式的沙律 好像蓮藕、紅蘿蔔、雲耳沙律 就這樣看 我都覺得很吸引的薯仔沙律 還有將車尼茄切半 再加了香草和芝士水 也有沙律顏色很鮮艷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豆 而沙律菜都有兩款不同的品種 有三款沙律醬、提子乾和烤過的花生 今天的餐湯是雜菜腸仔湯 在沙律桌後面有個廚師看著 就這樣給我的感覺 就應該不是無限量飲飲的 當我拍完外面的沙律巴 就打算馬上拿東西吃之際 誰不知被一個示映叫住了 可能因為疫情關係 餐廳都怕顧客會互相感染 所以一定要帶了手套才可以出去拿東西吃 雖然是比較衛生 但每人一對膠手套就不太環保了 但這款手套給我的感覺好像小龍女 因為是比較厚的 就完全不是KFC那些用兩下就穿的手套 很快就拿了第一盤食物 最主要是試試它們的肉類 即是Cold Cut、煙鴨胸和芝士 煙鴨胸都是平時凍肉店十多元一塊的質素 還要做解凍的程序就不太好 有一大陣雪味 如果餐廳可以輕輕煎一煎它就更有誠意了 車尼茄很新鮮和爽甜 好像沒有調味一樣 跟平時就這樣吃沒什麼分別 之後就連續吃了幾款Cold Cut 都是正正常上大型超級市場買 做好一包包的那些 不過我都很喜歡這款加了少少辣椒的 辣辣的有少少衝擊感 黑椒牛肉都不錯 其實就很類似我上次去EON買二十多元一包那些 不過整盤我最喜歡就是沙落味腸 它的味道夠特別 但其實都挺肥的 記得小吃多芝麻 薯仔沙律做得很好吃 它的汁有少少酸酸味味 很creamy 還要加了很多芝士和紫洋蔥 紫洋蔥是完全生的 切粒 所以咬下去會有少少辛辣的感覺 雖然吃薯仔很容易飽 但很推介大家試試看 一塊塊的芝士 都是普通買十多二十元一包的片藏芝士 勝在任吃不可以要求那麼多 而這碗是我喝了一半才記得拍的 腸仔雜菜湯 整碗湯都很水的 說不出重點的 好像白煞完蔬菜和菜水一樣 我真的寧願喝開粉的忌廉湯 很快我的主菜都上桌了 我就叫了紐西蘭肉眼扒 配薯角和芥末汁 連沙律巴的價錢是140元 上桌那一刻我都覺得很像樣子 起碼這塊牛扒煎得上色 有網民都很大塊 半碟都跟了西蘭花和車尼劇增加色彩 而這塊牛扒的厚度大概是1cm左右 這個厚度其實都算是挺薄的 廚師會比較難拿獵生熟程度 但今次我叫五成都算OK 但我朋友叫七成就差不多是Well Done 牛扒的肉味都蠻香濃的 不算是很貴價的牛扒 但這個價錢絕對吃得過 看餐牌的時候看到芥末汁以為會特別一點 怎知都是正常的gravy 沒什麼特別 而薯角是新鮮炸起的 夠熱和酥脆 而且因為今次我們過來吃飯的時候 是平日的點幾鐘 是比較遲入了 餐廳也早一點溫馨提示我們 說三點鐘沙律巴就會收夜 叫我們有什麼想拿的就先拿 可以慢慢吃 所以我都馬上再多一碟 這個麵包剛才也介紹過 上手還是暖暖的 好足料不是空氣包 整個麵包都很香麥味 正 平日帽巴甚少吃Picco 但今次看到有洋蔥仔就拿了兩顆 簡直是酸到入心入肺 吃酸梅乾變超人 他們醃得真的好夠味 而青瓜仔整條沒有切開 都是一樣超級酸 是必須要配合其他食物一起吃 這樣會比較開胃 到最後就會跟上一杯餐飲 冷熱飲是同價的 凍咖啡是自己加奶和糖水的 比我想像中好喝 不算太酸、多香 和魚韻都很夠味 和一般西餐廳的咖啡真的沒得比 很快就享受完一餐豐富的午餐了 到最後埋單 我們兩個肉眼扒價錢是280元 需要加一服務費 賣單價是308元 平均每個人就150元左右 其實現在在商場比較漂亮的餐廳吃午餐 牛扒跟湯和飲食都差不多150元 這間餐廳還包著自助沙律 保證大家吃得滿足和飽 亦都很難得見到有這麼多款餐包和co-cut 不過最棒的可能是因為我遲了吃午餐 去到入座的時間大概是1點45分 完全不用排隊 還可以兩個人坐四人桌 空間感十足 細小聲聊聊天都不用怕旁邊聽到我們說什麼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間餐廳怎樣呢? 歡迎留言告訴毛巴亭 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毛巴的頻道 努力邁向6萬訂閱 靠大家多多支持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們下條片